作为加州地产购买主力的华裔客户 可谓是南加地产业的工程 他们对房屋的不同需求 也有力推动了南加地产业的繁荣 来看报道 想要抓住华人客户的地产建筑商 怎能不了解华人的居住文化呢 现在因为建筑商他们也知道 华人买房子是买了很多 而且也是贷款或是现金比较没有问题 所以他们就很注重华人的floor plan 还有房子的格局方式 没有封闭厨房 楼梯对着正门 室内光线案 这些都不是华人喜欢的 也因此常有建筑商咨询资深华裔地产人士 如何改变设计才能吸引华人客户 本来是房子放在那边没有人买 后来改了以后呢 每一次出了六栋房子 有90个人在排队要买 不同地区的华人客户 对房屋的需求也不同 香港的朋友投资方向呢 他们大部分我们碰到呢 他们都喜欢投资像condo 台湾朋友则更喜欢购买独立屋 而大陆的朋友们 他们对加州地产总是兴趣浓厚 很多的大陆的朋友 他们就是看起来要豪华 要觉得舒服 要觉得说是豪宅 那要觉得说可以让他们在大陆 跟朋友讲很有面子 那学区也要挺好的 而且大陆朋友不管投资还是自住 也不管新旧屋 在售价与房产税上的较大差距 都不会首想二手屋 以新为主 这是很多这个大陆朋友 投资的方向是全新的 而台湾朋友则不然 自住屋可能会倾向全新的 而投资方面则更务实 但是在投资方面呢 在台湾的朋友们很少买全新的 为什么 因为全新的房子 地税是高差不多一倍 而对于房屋风水 台湾朋友更容易入乡随俗 就香港跟大陆的人比较讲 风水一点 台湾的人比较少一点 喜欢安居的华人 在加州购筑自家庭院的时候 也为加州的地产经纪 奉献了一己之力 新唐人记者 华人正号洛杉矶采访报道